马亚人到底预言了什么? 2023年,中国人不复存在,地球真的要消失。 因为科技的发展,使我们生活中使用的科技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多,而使用它们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,消耗能源的过程又会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。 温室气体造就我温室效应,使南北极的冰川融化,是放出冰川下的甲烷和二氧化碳,然后温室效应进一步严重,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弊端。 正是因为生态环境不断的恶化,导致的各种极端气候不断出现,2020年为世界气象组织定为世界历史上平均温度最高的一个年份。 但是2020年末先起的这股寒潮,又被传言为是60年来最冷的冬天。 马亚人到底预言了什么? 2023年,中国人不复存在。 地球真的要消失,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马亚人到底预言了什么吧。 马亚人从未说过2012年是世界末日,在马亚人的历法当中,2012年是地球的第五纪元的开端,而地球的每个纪元的开端都会产生很大的变革。 但这份变革是好是坏,马亚人也并没有详说。 于是乎,马亚人的预言就被很多人给加热说成了世界末日,并且还宣传的煞有其事一样,令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们开始相信了这样的说法。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说法,而近些年的自然灾害也只是因为人类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导致的。 而世界末日来临这一说法,最早是由马亚文明所留下的五大预言中的第五个。 马亚人的五大预言分别为马亚文明的结束时间,大魔头希特勒的出现和死亡时间,汽车,飞机等高科技产品出现的大概时间,一战二战爆发的大致时间。 最后就是2012年12月12日的世界末日,这五个预言,前面四个是真真正正所发生的,而且时间也跟预言中预估的差不多,最后一个世界末日,过去了八年时间也没有出现。 对于这五个预言,当时是没有人相信的,到了后面一件一件事开始发生了,人们开始担忧了,特别是最后一个世界末日游记的2012年纳会,还真的有人认真地做好准备。 觉得世界末日会来临,有人甚至提前把钱都花光了,结果啥事也没发生。 到底玛雅文明有什么能力,能预测得出这么多次事情,那为何最后一个没有说准呢? 一直以来,玛雅文明都备受关注,玛雅文明是玛雅人,玛雅预言和玛雅文明的简称,它是北美古印第安文明,是美洲古文明的杰出代表。 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前,是属于石器时代,但是在公元九世纪遭受欧洲殖民者的破坏,后面逐渐衰败,再到后来就没有消息了。 在玛雅文明还存在的时期,他们在天文学、数学、农业、艺术以及语言文字等都有着极高的成就。 玛雅人掌握着高度的建造技术,聪明地他们学会了对坚固的石头材料进行雕露加工,而且还特别漂亮,这跟我们现在的雕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 玛雅人也还可以通过观测天象,掌握日、月、金星的运动规律,也是他们首次发现,并且使用零的概念,这对后世的研究数学有着很大的影响。 除此之外,玛雅社会曾经经济非常的繁荣,各种商品交易、农产品、艺术品等也是极为的丰富。 一、玛雅人预测族人会在第一个太阳记时间灭亡。 玛雅人曾经预测自己的民族将会在第一个太阳记,虽然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,但根据史料记载,这个预言是成功的。 因为根据大量的史料和遗迹记载,玛雅人大约在公元前5125年左右神秘地消失了,也就是第一个太阳记左右,对于玛雅人为何消失,科学家到现在都没有定论。 二、预测在20世纪会出现飞机、火箭、汽车等产物。 现代人通过研究玛雅人留下的遗迹,包括化石、石头等上的图案发现。 这些图案和我们现代才有的汽车、飞机、火箭等样子非常的像,这是在玛雅人留下的碑文中说明的。 三、纳粹党领袖希特勒。 希特勒就是玛雅人预言中的人,据说玛雅人预言在上个世纪在某年某月某日,希特勒会出生, 然后给世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,最厉害的,希特勒的死亡时间。 玛雅人也是语言的准确无误。 四、预测第一次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根据玛雅人的遗迹和文字,他们竟然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两次世界性的战争, 而且他们还表示人们会打败狮子和老鹰,最后摘日,人们会打败狮子和老鹰,最后摘日。 而狮子被解读为纳粹德国,老鹰被解读为意大利,日被解读为日本。 五、2012年12月21日,世界将会毁灭。 人们从玛雅人留下的文字中解读出,在2012年12月21日,世界将会毁灭。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,地球并没有灭亡,其后来有关专家研究玛雅文化的科学家证实。 2012是玛雅历法中的最后一天,就和12个生肖一个循环一样,并不是世界末日。 近段时间有很多报道称,在冰川之下发现了很多灭绝已久的生物正在悄悄地苏醒, 而这些诡异而荒诞的事情与玛雅人的第五个预言相互结合,仿佛就像是文明的回光返照。 毕竟在每一次灭绝之前,都会出现很多消失物种的重新复活,也这就相当于是该生态系统的最后一次挣扎。 不过,虽然玛雅预言有很多人相信,但其实并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证实玛雅预言的真实性, 虽然里面的玄幻元素让人感到激动和兴奋。 但是之前的四个太阳记,我们都无从查找相关的资料信息,甚至连一点点蛛丝马迹都无处可寻,更别说进行第五个太阳记的预测了。 人们对于世界末日这个话题,之所以会孜孜不倦地去讨论,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感受到了自我发展的恐怖之处,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地球环境。通过对地球资源的开发,我们的生活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提高, 但是这种无穷无尽的开采方式会加速这个星球本身的灭亡。 而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,不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或者植物, 我们都需要依托这颗星球进行生存与生活。 就是这个星球 Gad资源的然后 loading不ahu公开。 就是这个附村的人类的一个月宿偿出现我所作过。 日记银上山的音乐解放